欢迎收看科幻movie 在马路上飞驰 希望找到自己的家人 可是令他失望的是 他经过的地方都没有人 没有行驶的车辆 孤独恐惧感涌上心头 他曾居住过的他最熟悉的城市 自是偶如死城一般 他崩溃了 去超市里 拿了瓶饮料摊坐在地上 大口的喝了起来 以缓解心中的恐惧 走出超市 他奔跑着想找到人 在一座石桥上 他碰到了泰瑞和卡密尔 他们诉说了相同的经历 最终利拉决定 他们要团结起来 一起去附近的公安局 看是否能寻求帮助 到了公安局里 发现也是空无一人 他们每个人拿了把枪 在黑漆漆的隧道里 发现了被绑的黑人 他们解救了黑人 义福并不愿意和他们交流 骑着一辆从垃圾队里 拉出的摩托车 便驶向了远方 犹如救命稻草一样的义福 离开了三人 三人继续向前 想要找点有用的线索 在楼梯上突然漆黑 机械化的声音传来 让他们放下背包 他们警惕的听从着指挥 走出电梯 他们遇到了银行家的儿子 义福 凯利打开机门 看到了义福的爸爸 珍藏的各种豪车 凯利无比激痛 义福想要阻止 可是凯利带着小伙伴们要出发了 他不得不随从 他们飞驰在马路上 豪车给他们带来了快感 可是好景不长 他们在桥洞下 发现了他们被解救的黑人 但是此时他被刺伤 疼得无法动弹 他们把黑人放到货车上 这时有飞镖向他们飞来 为了躲避飞镖 利拉把车开得摇摇晃晃 为了及时为黑人治疗伤口 他们进入了附近一个房子里 利拉告诉黑人 她的父亲是医生 她可以救他们 看着深深刺进黑人胸膛的飞镖 利拉毕竟是女孩子 不敢拔 黑人看着利拉犹豫不决 自己用力 快准狠 拔出飞镖 在场的人都被她的举动吓坏了 利拉对伤口进行了包扎 黑人还是离开了他们 他们觉得他们不是一类人 私人在研究所找到了报纸 想在报纸上发现一些线索 这时黑人回来了 他们对黑人的行为很是不满 至少他应该自我介绍一下 他的粗路行为 让其他人感觉到没有被尊重 当大家都在问黑人叫什么 而黑人不言语的时候 利拉告诉众人 她叫多吉 是她在她的钱包上看到的 义父也加入了他们 卡米尔想回家看看有没有线索 他们开车飞驰在路上 突然在前方弥漫着烟雾 下车的时候 他们被烟雾的力量吹到了 他们没有与烟雾抗衡的能力 迅速上车 驶离这里 卡米尔因摔倒 把眼睛丢失在迷雾里 她很烦躁 但是她也不能回去拿 因为烟雾弥漫着 向他们扑来 来到卡米尔家里 莉拉贴心的为她找到了一副眼镜 卡米尔发现家里没人 异常烦躁 砸了家里的家具 莉拉阻止了她 他们离开了卡米尔家 在车里莉拉发现了一样 差点散失性命 多吉救了她 回到住的地方 在夜晚 义父跑到莉拉的房间 告诉她 走廊里有坏人 莉拉小心翼翼的拿着枪 突然发现有个面具人 向她扑来 莉拉迅速回到房间 可是坏人一直用刀捅门 这样莉拉很是恐惧 这是她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过了一会儿 安静了 坏人走了 夜里卡米尔被无人机监视 清晨他们发现卡米尔不见了 他们来到研究所 机械语音要求只让多吉进入 莉拉把枪给了多吉 抱抱多吉 真的犹如生死离别一般 过了不久 他们冲了进去 发现多吉死了 莉拉打开了 挟持卡米尔的法西斯 一夫认出了那个人 他是死了好几年的罪犯 他们把多吉埋了 莉拉在街上游荡 发现他们被贴到了 游乐园的墙上 他们死于大火中 莉拉崩溃了 真的跑过去 拔开了多吉身上的土 多吉没有死 莉拉告诉他们 他们已经死了 他们决心开车冲过烟雾 在烟雾的另一边 他们看到了众人 他们接受了自己已经死的事实 这部电影让我们懂得了 在孤寂中 绝望中 团结起来是多么重要 这样的精神 互相的帮助 才是他们有勇气 面对死亡 好了 今天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